introduce 来我们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 in 念成in tro 念成tra duc 念成duce 中音节落在第三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introduce introduce introduce 它的词类是属于 几乎动词中文 我们翻成介绍 我们来看例句 This TV show introduces viewers to delicious food from around the world 好这个TV show 我们先看这个片语 TV show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电视节目 好电视节目呢 它介绍了introduce viewers 我们看看这个字 viewer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观众 或者是观看的人 这个字其实从view这个字来的 在后面呢 加上er就变成了看的人 那view原本的意思呢 就是观察 或者是当作名词 可以当作视力 视野看法等等 好所以这个电视节目呢 它呢向谁介绍呢 向viewers 向观众介绍 好介绍 把观众介绍给谁呢 introduce viewers to 各位有没有看到 搭配了介细词呢 用to delicious 美味可口的食物 什么地方的食物呢 from around the world 这个片语的同学呢 不妨把它记一下 这个from around the world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世界各地的 好所以呢 这个电视节目呢 介绍观众 向观众介绍全世界的美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 Mrs. Wilson introduced her husband to her new boss at the year-end party Mrs. 这就是太太的意思 威尔森太太呢 introduced 好介绍 谁呢 介绍她的先生 介绍 把先生介绍给什么人 不要忘记了 介细词 我们要搭配to 介绍给她的新的老板 her new boss 在什么地方介绍给她呢 at the year-end party 那我们看一下year-end year-end这个字呢 同学不要太着急 其这个字是从一看就知道 它是呢 从两个字 所合并的 对不对 一个是year 一年 再加上end结束 所以一年的结束 的party 我们知道是宴会 或者是派对 所以呢 year-end party 我们中文 就可以把它翻成 尾牙的餐会 所以呢 Mrs. Wilson 把她的先生呢 在尾牙的餐会上 介绍给她的新老板 好 那introduced 这个字呢 我们把一去掉 再加上tion之后 我们就知道呢 它是一个名词 所以呢 这个字呢 也是一样 念成 introduction 重音节 就是在shin 前面的这个音节 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 introduction 介绍 我们看第一句 The company will give a former introduction of their new smartphone at the trade show next month The company 我们看看这个字 company这个字呢 指的是 公司的意思 公司的意思 这家公司呢 将要 这是个未来 将要举办 give 是给的意思 然后呢 它这边呢 应该呢 就是所谓 给一个正式的 来我们看看 这个字 这个字呢 英文念成 formal formal 这个字 指的是正式的 它要 给一个正式的 介绍 好 什么东西的介绍呢 这边有一个 介细词 片语 of their new cell phone 好 所以我们就介绍的 内容 我们就用一个 介细词 片语 来去说明 这个介绍的 内容 到底要介绍 什么东西呢 是介绍 他们的 新的 手机 那这新的 手机 在什么时候 介绍呢 at the trade show 在这个所谓的 trade show 来我们看一下 trade这个字 原本的意思 是商业的意思 叫做贸易 或者是商业 英文叫做 trade 那show呢 就是节目咯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trade show 指的就是贸易战 英文 我们念成trade show 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在next month 指的就是下个月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 introduction 名词 介绍 这个字幕志愿